多加留意了 因为帛琉的观光局台湾办事处 在今天发表声明 指出莫德纳疫苗 从8月19号起将不再提供 不止疫苗的选择变少 台湾旅客如果没有施打过疫苗 而且也没有意愿 到帛琉当地施打疫苗的话 是不被允许入境的 这也引发民众火大痛批 帛琉泡泡2.0是整个都变了掉 旅行社也预估 帛琉的订单将会少5成 到帛琉打疫苗成了最近热门话题 但有规划前往打莫德纳的民众 要注意了 帛琉当地公布最新疫苗存量 BNT2000剂 交生有1000剂 净没莫德纳库存 针对台博泡泡 当地也祭出新规 尚未接种的人 可选BNT或交生疫苗施打 如果在台已经接种一剂AZ疫苗 只能选交生来混打 8月19号起不提供莫德纳 18号团客赶上最后一批 19号交没莫德纳可打 原本想打AZ加莫德纳 如今变成AZ加上交生 帛琉观光局并未说明 没莫德纳原因 AZ混打交生 指挥中心不认可 帛琉争议还不止如此 帛琉台湾办事处最新公告 台湾旅客没施打过疫苗 又没意愿到帛琉打疫苗的人 防疫考量将不允许入境 有网友直呼根本是骗人观光 不承认的话可能 因为他不确定会不会有一些问题 是不会啦 出国搭飞机什么都会有风险 先前第一批旅客才爆发 莫德纳不够争议 如今确定没莫德纳可打 旅行社开始接到退订电话 可能名额是比较后面的 那有一些些疫苗政策 可能跟他们想象的不太一样 他们就先来取消 也不愿意再去等了 这个作业基因会全速的退还 旅行社业者预估 不留泡泡疫苗新规上路后 失去打疫苗用因 又不能纯粹在当地旅行 订单将少五成左右 政策一变再变 也让旅行社相当无奈 接着周天讲 下约SNG台北采访报导 便伞失去打疫苗 两人都不 sharp